这个野生的瓜你们都管它叫什么瓜呀 家人们 小时候我都管它叫小西瓜 绿色的像西瓜 黄色的呢就像哈密瓜 尝一个看看 感觉有二十多年没有吃这个呢 上次吃还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 打开有一种百香果的及时感啊 这个籽跟正常的香果大小差不多嘛 酸的不好吃 这不是中秋假期吗 我到爷爷家来了 从小最爱吃爷爷做的菜 早上我买了一点肉啊 鱼虾之类的 蔬菜的话就直接在菜园里面再一点 来一点辣椒用来炒肉丝 这边还有四季豆 好像已经老了这切不了了 还有这边这是糊子还是葫芦啊 这都是小的 这边有个袋子在里面装的什么 是葫芦是葫芦 你们看这么大一个 不过我最讨厌吃两种蔬菜 一种是葫芦 另外一种是西葫芦 不管它上来继续挂来这吧 因为今天不是正中秋节 就我一个人回来了 其他人都是过两天再回 所以人少菜不能弄太多 要不然浪费了 这是一个鸡尾虾 还有一个红烧肉片 再来一个青椒肉丝 还有卤牛肉 最后一个丝瓜汤 简简单单五个菜 都是我爱吃的哦 吃完饭之后 我的姑姑带我去栽年棚 不过我来的时间有点晚了 栽年棚的话暑假期间比较好一点 因为入球之后呢 年棚就老了 都要变成年子了 就像这个这样呢 都已经掉空了 年子都只剩两个了 不过嫩的还是有几个呢 这个 这个是还是绿的 但是里面已经老了 这个是个嫩的 那我来尝尝这个 非常嫩的一个年棚 嗯 清甜 小时候我都喜欢这样吃年棚 你们看的 他我们来表演一下 我的豌豆射手 嘿嘿 开玩笑 开玩笑 因为天气太热 所以我们一人顶个荷叶 我还有我的表弟 还有我家娃 我老公说我们三个像荷叶 曾经似的 这边就是我的老家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作为鱼米之乡的红湖 肯定是有鱼塘的嘛 我的姑父就是一位堂主 二十多年前 他就是这样 把我的姑姑追到手的 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这个是真事 这个是真事哈 嘿嘿嘿 好了 姑姑现在要带我栽橘子 她家的屋旁种了两棵树 一棵是橘子树 另外一棵 你们是不是以为也说橘子树啊 不对 它是橙子树 这个橙子都黄 烂了 烂了 这个橙子 那就不要橙子 咱们还是摘橘子 这个橘子个头好大 不过就是有点绿啊 尝一口看看 这橘子皮好香啊 酸 没有什么甜味还好 那不行不行 那少摘一点 少摘一点 我还拿了一个大桶 准备说多摘一点的 那少摘几个吧 放两天放黄了 一样可以吃 看我栽橘子栽不了了 咕咕说要把这些捆芝麻给我 不是说整捆给我哈 现敲芝麻 一敲 二塞 再塞 本来说是要把这些芝麻都给我 我一看这么多分量 这要够我吃几十年呢 拿个半袋子就可以了 就我家用芝麻的速度 这袋子够我用个三年五载没问题 因为我只爱吃嫩的年婆 所以刚才栽的呢 就把这些嫩的挑出来 我待会带回家 老观众都知道 我爷爷是开小卖布的 我来淘一淘 看有什么好吃的小零食 吃瓜我是很爱吃的 爷爷这边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几根 我再拿几包辣条 香辣肥肠 烤鹅皮 这个叫什么印度飞饼 这名字真奇怪 这边有什么 干脆面 这个干脆面好吃哈 还有这个是什么 新品种这什么 小猪配配 最喜欢这种山寨的 还有这个 河南小鸡蛋饼干 对对对对 这个是很多人 小时候的回忆啊 爷爷这时候又给我推荐一个 他最近进的新品 我看看 这个是什么饼啊 丹麦蛋黄酥 又河南又丹麦的 好不错不错 很国际化 差不多了 就这些解解馋就可以了 也不用太多 谁突然发现刚才吃饭的 半瓶饮料 没喝完呢 好好好 带回去吧带回去吧 要不然浪费了 好了好了 就这些了 准备回家 再见 再见